被譽為台灣普利子獎的第41屆 曾須百先生新聞獎 以及台達能源氣候特別獎頒獎典禮 今年共142件作品參賽 其中由中天調查報告 《我家不是你的後花源》 以及TVBS的人道與正義 前進中東風火線 獲得公共撫護報導獎 台達能源與氣候特別獎 則分別由天下雜誌 TVBS 公民記者與教育廣播電台獲獎 我們報導的是有關於 花蓮東部發展條例的一些爭議 我們很希望大家能夠正視 我們花蓮有一些建設 是不是會破壞到我們的環境 我們很希望我們花蓮的美好 是可以被留下來的 也希望工部門能夠正視 資源要用在對的地方 近來受到氣候變遷影響 環保節能議題備受重視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 額外補助台達氣候特別獎的得主 採訪2015年在法國巴黎 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 讓台灣民眾同步瞭解這項重要會議的進度 我們設立台達能源及氣候特別獎 是希望能看到更多 關於氣候 關於能源相關的報導 能喚醒一般民眾對這個議題的重視 今年我們特別提供了獎項 讓今年得到台達能源及氣候特別獎的得主 能夠前進巴黎 第一手在巴黎帶回來最新的氣候談判的進度跟成果 除了獎勵媒體在專業領域上的表現 同時也肯定媒體工作者在公共補護領域中的角色與責任 有些人批評我們媒體走入三色星 甚至破碎化 甚至走入議題狹窄化 我們認為公共服務獎 報導獎這個東西 是希望能夠引領媒體重視新聞報導事件 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影響 能夠驅動整個國家社會向前邁進 引領公共政策的發展 曾須百先生新聞獎基金會強調 從每年參賽件數持續增加 作品內容探討範圍變得廣泛 顯示媒體越來越關注公共議題 也證明曾須百先生新聞獎 倡導裡面獲得認同 中央社記者張志堅 胡怡林 台北報導